最近陆续又接到很多关于咨询被骗和诈骗的事情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奇葩的案例 非常的奇葩 非常的让我都陷入到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 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一起来帮我看一下 这到底是一个骗局 还是一个真爱的传奇故事 大家好 我是伦敦老刘 这个爆料人呢 或者说这个发展性和我沟通的这个大姐呢 是一个人在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年女性 她跟我讲了很多时 一开始呢 她是过来找我做法律咨询的 她是希望我来帮助她寻找到 她几年前认识的 接触的和找到的一个英国的老公 留下的遗产 OK 不是找老公 是留下的遗产 为什么 一会再说 很传奇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的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大姐 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在非洲工作的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呢 是为军队工作 本来这故事一到这儿就是基本不靠谱的 但是我很纠结的一个地方是 这个故事的时间跨度达到了五年 时间跨度很长 认识医生以后呢 这个对方并没有说带投资啊 或者说带理财啊 或者说是鼓励或者引导这个大姐 去做一些金融的相关的一些事情 而是一直的给安慰 给这种各种关怀 直到有一天 这个老公 因为已经开始老公老婆相称了 这个老公呢 出现了紧急医疗状况 出现紧急医疗状况以后呢 在弥留之际 有一个新人加入 这个新人呢 据说是这个老公的私人医生 伦敦 这个时候已经从西非回到了伦敦 这个私人医生呢 陪着这个老公 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而且在私人医生的见证下 这个老公在原来在西非工作的 这个医生老公 留下了一笔遗产 两千万美金 其实到这儿 我还是认为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骗局 但是身在局中的人 真的是不会相信这个事情 或者说也许我错了 我希望我错了 我希望人间有真爱 但是事实的基础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医生告诉这个大姐 说你先生已经不幸去世了 我负责处理他的后事 他的后事里边有个遗嘱 遗嘱里边有一个两千万美金 是留给你的 但是这个钱呢 是在一个私人银行 在一个离岸岛的私人银行 我要把这个银行的钱呢 按照这个委托人的指示 把这个钱从离岸 转到伦敦的一个某某某银行 这个银行是查得到的 但问题是 是不是 它的真假是可能辨别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文字文件 没有任何的法律文件 所有东西都是说出来的 但是为了转移这笔钱 从离岸的银行到伦敦 需要八千美金 不多 对不对 这个时候医生提出一个 更大的一个有诱惑 和能够建立信任的一个建议 就是这八千美金 我知道你们有外汇管制 你们不容易 我出四千 你出四千 你打到指定的账户 于是四千美金打出去以后呢 医生又开始联络 这个大姐说 这个钱回到了伦敦 但是一系列的法律程序要走 具体的法律程序怎么走 还没有说完的时候 又残来一个噩耗 什么噩耗呢 医生也去世了 所以这个点就觉得 他这个点就是他前后布局了五年 这个时候医生找不到了 去世了 这个时候就纠结就纠结在这儿 但我的理解 我因为我发现另外一个信息 就是这个事情被媒体报道过 大姐仍然不相信 有可能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就是这个骗子集团 也看到了这个媒体的报道 已经不愿意跟这个单了 但是问题在哪 问题在于大姐本身不相信 大姐相信真爱 大姐相信她从来没有在线下 见过面的老公是真爱 她并不在乎这两千万美金 而在乎的是真爱 要给真爱一个说法 要完成她的遗嘱 完成她的遗愿 所以说这个大姐现在 一直在找找英国的律师 中国的外国的律师 希望律师能够介入 能够帮助她找到这个医生 找到这个银行 找到这份遗嘱 说实话 我内心的想法是 非常纠结的一个想法 但是最后我告诉自己 我尽力了 真的像类似这种的案件 从我的观点来看 是很明显的一个骗局 只不过是这个骗局 由于受骗人投入太深 他已经无法自拔了 连骗子都害怕了 骗子不想做这单了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我的个人想法 欢迎大家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大家可以在这个下边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我想表达的观点是什么呢 真的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 有自己独立思考 看世界的能力 每个人遇到事情 真的是要把一些情感的因素 抛开去看事实 不要情绪 看事实 如果有了这个基本原则 在做很多事情 碰到很多问题上 会相对的更加简单 更加的轻松 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故事 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欢迎留言 谢谢 谢谢 针 probability